新的一年北车疫苗接种站再次开张 这次接种服务更友善 提供越南印尼泰语英文等指引及表格 同样鼓励失联移工来接种 不会抓 不过根据移民署统计 在台失联移工人数到去年创新高 主要因为疫情边境管制 国外劳工进不来 市场需求量大过于供给量 家庭看护工失联两万多人 占比最高 人力不足 劳工体力根本吃不消 而且工资只有一万七千九百元 他们冒着风险也要当黑工 社工长期关怀下也发现 有些人是想回家 但没钱买机票 更没钱负担与其居留的罚还 在母国还是欠着大笔的债务 可是目前身份在台湾已经成为 非法的身份情况下 他们也不敢回去 疫情期间失联移工暂缓查气 就算抓到也没有班机可以遣送回国 导致移工更挑工作 种种原因恶性循环 还需要更完整配套 来解决劳动力缺口 大约新闻前线李建宽 台北报道